我們以為我們要接到恐嚇的電話 面對黑道不如法際 如此囂張的態度 我們不但不能退讓 反而要更強勢更鐵腕來對抗 我絕不允許黑暗勢力染指台北 民主跟法治是我們引以挖腰的生活方式 更是不可綜合的主治價值 這種恐嚇電話 已經踩到了民主跟法治的紅線 所以我相信不只台北市 全台灣的民眾都不能接受 這通電話背後的黑暗勢力 我要警告你 已經引起了社會的功分 面對黑道不如法際 如此囂張的態度 我們不但不能退讓 反而要更強勢更鐵腕來對抗 所以我也要呼籲治安機關 褒素的調查 回到我上任之後也一定追究到底 擦亮台北市首次的招牌 從進一會以後 就一直屬在我 第一波的人事安排 下個星期我就會正式跟大家介紹 川北不知是有工程的專業 他過去在台北市公務機關 也通過25年 對台北市的非常的熟悉 不只如此 他也擔任過新北市副市長 高雄市副市長 行政人秘書長 豐富的行政經驗 沉穩精準的市政判斷 還有他調和敵難 溝通協調的能力 都有助於未來跨現實的合作 也是台北市目前最需要的全方位人才 時間表達 上次大陸 北市公務機關 位置 這裡 馬上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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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